OK 好了,我收到了来自于明基的SW271 因为箱子本身太大了 所以开箱放在这个位置 明基SW271摄影显示器 在包装上也告诉你 它是Color Management 整个箱子的分量并不是很轻 在拆戏的时候会发现 真的,包装非常完好 里边附赠了一张纸 这张纸上告诉你所有它的技术参数 同时附赠了Tele Master Element 这种颜色校对软件 中间这个位置叫Hockey Punks 一个可以快速切换模式的线控 同时也提供了Shading Hood 就是遮光罩 横着竖着都能用 打开箱子之后 我发现它包装是采用了 积木堆叠式的设计 可以看到真的是众多 我们先看看这盒子里面 明基产品三包卡 听到三包我都知道质量是有保证的 然后附赠了这样一个调色的软件 一个光盘 但这个光盘我觉得可能很难用上吧 因为很久是我已经没有光系这个东西了 大家当然可以通过网上下载一大堆线 这边附赠了一根Type USB-C的线 USB-C HDMI的线 HDMI转就是给Surface用的那种数据线 它附赠的线能是相当全面的 也就是说它支持众多的设备 就不用毫无疑问 它是很专业的 就是刚才说的一个快速切换模式的一个装置 这个装置呢 对很多专业搞摄影的人呢 是非常有用的 因为它可以很快速的切换这样的模式 这个颜色我看上去我特别喜欢 高档轿车的感觉有没有 然后就Shader 这个就是用来艰苦或者说条件不太好的情况下呢 为了便于看清楚我们的显示器呢 它给了你一个这样的遮光罩的设备 但是这个东西搭起来还是有点复杂的 我们到时候再搭 接下来就是重头戏了 专业显示器在此 千万不要摔 千万不要摔 嘿嘿 在这里 All right 在这边呢 底座啊 是完全不需要任何螺丝的 所以这个设计呢 给它好评 直接翘起来 然后搭上 底部一按 这边有一个按钮 一按它 然后可以放下来 往下压一下 啊 成功 这台显示器主体呢 采用了工程塑料材质 底座和支架呢 为了支撑强度啊 采用了金属材质 在显示器的背面的左端 提供了两个USB3.0的数据接口 同时呢提供了一个SD的卡槽 在这边呢说点题外话 就是关于摄影显示器提供这个卡槽的重要性啊 对于基本上成为设计师标配的MacBook Pro新版 除了放了四个雷电三接口之外呢 真的是太需要这样的一个拓展卡槽了 在专业性上呢 这是第一步 然后在机身设计上的后面 这样提供了一个非常容易拆卸的一个按钮 这样的话保证了它一个可靠性和安全性 后面这个支架中间一个镂空的设定呢 可以非常好的进行一个布线 这款显示器可以上下移动调整工作高度 对于不同的工作环境可以很好的适应 屏幕的抚养角度也可以进行一定的调节 这款屏幕甚至还可以进行左右调节显示角度 总的来说呢它的工作自由度非常的高 可以让用户呢更加舒服和方便的工作 因为机器较为贵重 所以提供了防盗锁孔 在显示器屏幕的底部提供了非常多的接口 除了有两个HDMI口之外呢 方便更多的高清设备介入 还有DP Type-C耳机插孔等等 基本上呢能够满足啊 专业媒体工作者的需求 当然包括我在内 接下来我就按照说明书的方式 进行快速的装机 SW271呢采用了超窄边框设计啊 所以整体屏幕的显示效果呢 或者说视觉效果非常的好 它的屏幕采用了流行的16-9宽屏比例 同样显示器啊随机附赠了这个遮光照 我这没搭上 从外观上看起来非常的专业和大气 用这个它随机附赠的OSD快捷控制器呢 可以快速的进入显示器菜单进行设置 这个圆形的设置呢有点像鼠标一样方便啊 就是你用的时候呢通过不同的按键啊 可以快速切换这个色彩模式 在这边呢我就适当的演示一下 专业摄影用户呢 一般来说啊会预设几种自己比较喜欢的 比如说针对商业模式的 按一下一键可以切换到其中一种 二三呢可以切换三种预设的模式 所以这个如果说在后期呢 对于轻车熟路的人来讲 真的效率非常高 菜单呢是比较详细的 可以进行这个色彩模式选择 亮度调整 信号原子输入等等 在这边可以看到啊 色彩模式呢除了有Adobe RGB 还有HDR 通过对这种色彩的一个参数的调节呢 可以在后期啊做出很多自定义的模式 其实这个就完全看自己的喜好了 简单点的说 这款显示器呢 几乎支持了所有的色彩模式 其实我个人感觉呢 对于这样的一个快速切换色彩模式的一个操作呢 这个设计非常的好 产品呢支持的色域啊 包括所有的主流 99%Adobe RGB 也就是告诉你的 它是一款非常专业的摄影显示器 4K的UHD分辨率27寸 点距非常的小 所以它的显示效果非常的细腻 关于色彩准确度 采用了14bit 3D LUT 支持硬件校准 色彩准确度呢 DeltaE呢是小于等于2的 还有支持10bit色深 其中呢 硬件校准 我们都知道 常规显示器呢 是不支持硬件校准的 然后大家要注意 DeltaE小于等于2 说明它是国际上认可的专业显示器 10bit色深 更多的色阶呢会带来更平滑的色彩表现 R10bit面板呢是可以呈现10.7亿种不同颜色的 所以它的色彩过度呢是非常平滑和真实的 不会存在说色彩断层 因为这台显示器呢 它本身是内置了一个色彩转换芯片的 它的意思呢就是用于将电脑的数字信号呢 转换为显示器的实际色彩 所以它芯片越好显示越好 混色精度越高 在这里呢其实我就对比了一下我自己用的MacBook Pro 因为我觉得它屏幕色彩呢也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另外同时也对比了一下我常用的游戏电脑 比如说雷蛇 同时呢我用相机呢拍张照 这张照片呢就是雷蛇电脑这个画面 包括它的一个显示的背景 我会惊奇的发现 在这款显示器上呢 它精确的还原了这张照片本应有的颜色 反观呢在我的雷蛇笔记本上呢 可以看到天空并不是那么蓝 而且整体呢是有点偏黄的 所以我们继续谈到99% Adobe RGB这个色域 它的意思就是 看见大自然最真实的色彩 Adobe RGB色彩空间呢是可以提供 更广的蓝绿色彩表现的 让户外和自然照片呈现更加真实的色彩 这时候呢我在看我之前拍的照片呢 觉得每一张都特别漂亮 这款显示器的底座支架 包括这个边框啊 全部采用金属材质 压光灰色设计 甚至呢包括这个线空器呢 也变成了一个磨砂灰色 就是可以有效的减少反光 这个屏幕的可视角度呢 在我这个理解当中啊 还算是比较优秀的 因为这款显示器呢 它支持HDR 所以我特别好奇 如果说连接到我们的游戏主机上 它会不会直接开启这种游戏方面的显示 或者说它游戏效果怎么样呢 在这边通过连接我的Xbox One X之后呢 会发现它会直接默认切换到HDR模式 然后支持4K UHD模式 这边的遮光罩呢 我已经放上去了 遮光罩的主要作用呢 并不是说啊 遮这个太阳光 其实呢就是工作室的环境光 比如说我们在摄影的时候 这个闪光灯啊 乱七八糟的灯 我们可以把它遮住 同时呢为了节约时间 在这边给大家演示一下 直接把它给竖过来 当然这个遮光罩呢 是可以进行竖放的 但我这边偷了个懒 没有把它改变 主要原因呢 是我想把它横过来之后 玩会游戏 在游戏色彩表面上 我直接可以说 我会怀疑 为什么游戏显示器会存在 我觉得这个专业摄影显示器 在游戏方面的显示效果 已经非常了得了 所以 我很好奇 因为本身支持HDR这种效果 所以在游戏方面 我会觉得 好像画面更加锐利 色彩还原度更高 饱和度更高 一切看起来都那么好 同时它支持超级黑白模式 这黑白模式呢 用在游戏当中 会让你感觉有点复古 或者说对于摄影师来讲呢 瞬间看到无数的黑白照片的效果 所以我觉得以后呢 我会经常用它来编辑我的平面作品 最后要提到的就是 它支持Ion科技 所以它减少闪屏 绿除部分蓝光 对眼睛保护 作用非常明显 好了 以上就是本次评测的主要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这张视频 不妨订阅和关注我的视频频道 我们下期继续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